郭艾伦为何39秒连吹两T遭驱逐 慢镜头还原真相 两个细节揭秘答案 大家好,我是三峰说球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CBA CBA第九轮辽宁和山西的比赛 这原本是一场波澜不惊的比赛 毕竟两队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从比赛的一开始 辽宁队就奠定了两位数的比分优势 在场面上也完全是压着对手在打 但却因为一个争议判法 短短39秒的时间 郭艾伦连吃两T 直接导致被驱逐出场 虽然胜利还是拿到了 但是这场胜利显然让辽宁队球迷 以及辽宁队上下 并非很开心 而这场巨的主角仍然是郭艾伦 也很有可能他会面临 禁赛等一系列的最佳处罚 通过慢镜头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这件事的起因是郭艾伦的一次成功突破得分 他封驰电撤的速度 让防守球员难以阻止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争议以及郭艾伦气氛的点 在于对手有犯规而裁判没有吹发 而从慢镜头的角度来看 对手确实有明显的犯规动作 这个动作还不小 这也正是激起郭艾伦怒火的原因所在 但裁判并不为所动 随后郭艾伦就开始冲着裁判大喊大叫 声音之大响彻球管 纵然是情绪所致 但确实这也在场上冒犯到了裁判的权威 有问题的话和争议的话 可以和裁判细声细语的沟通 但是这样大声嚷嚷肯定是不对的 裁判给予一个T 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就得根据裁判的容忍度来决定 而随后在被吹了一个T之后 郭艾伦的情绪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因为这次吹罚更加愤怒 曼镜头捕捉到 他对着裁判愤怒的大汗 并且还有肢体语言 指着裁判嘴里还喋喋不休 可以听到现场因的完美还原 他是在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 还有枉法吗 还有枉法吗 始终是这句话 而至于裁判给他的第二个T 这显然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已经情绪上头的大侄子彻底失控了 这个时候见情况不对 主帅杨明也上前去劝阻郭艾伦 但被吹了T的郭艾伦似乎还是有话要说 他还是迟迟不愿意离场 这其实已经影响到了比赛的进程 这也很有可能继续引火烧身 让他得到追加处罚 坦白讲 对于郭艾伦上篮的犯规 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这个判法确实是有待商榷 但那郭艾伦过激的行为 也确实不该在球场上出现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更应该理智一些 而且换个角度讲 在当时辽宁队已经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一个两分有效和二加一的比分累积 对于结果影响并不大 郭艾伦对于裁判的无视犯规 完全可以一笑而过 但这正是郭艾伦未来 还需要提高的关键点之一 篮球运动员需要在场上的情绪释放 但也要注意收敛自如 还是希望郭艾伦能够通过这次被驱逐出场后 更多的去审视自己 不然在国际赛场上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行为 那么吃亏的可就是国家队了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裁判也确实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不然这样的犯规 不催对于比赛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可能直接让比赛失控 所以不管是球员还是裁判 两方都需要提升的地方 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都是CBA联赛未来 需要持续发展 必不可少的关键所在 好 今天咱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餐压的给餐压点一个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 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